吉隆坡昨天下午发生闪电水灾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立英抨击 联邦直辖区部和环境及水务部办事不力 导致吉隆坡在四个月内发生两次水灾 而且情况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林立英发文告抨击 政府多年来花费数十亿令吉 用于防洪计划 挖身河床 新建精灵隧道等等 却依然无法有效防止水灾 造成人民损失数百万令吉 他要求联邦直辖区部部长沙西旦 和环境及水务部部长端一布拉辛向人民交代 为何防洪措施完成之后 依然无法有效防止洪水来袭 林立英表示 每次连续下半小时的大雨 吉隆坡市区肯定不能幸免于大洪水 导致汽车浸泡在水中 人民必须花钱维修 住家也遭洪水侵蚀 必须清理房屋 他认为下大雨并不是环境灾难 但是一场倾盆大雨所引发的大水灾 对吉隆坡人来说 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林立英也说 吉隆坡号称为世界级大都市 需要的是可持续性发展 而不仅仅是更多的公寓 摩登大楼和购物中心等等 他担忧这些发展项目有增无减的话 只是会让情况持续恶化 最终要承担后果的人 就是所有居住在吉隆坡市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